继续或是放弃的两难,你应该让孩子放弃音乐吗? 在你替女儿投资了多年的钢琴课程,加上春天的音乐读奏会又快来临的时候, 10岁的他却表示不愿意再继续学习钢琴了。 又或者,你12岁的儿子打算放弃学习大提琴,要求改学吉他。 身为孩子的父母,你是否也会犹豫? 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机,让孩子放弃或是继续学习音乐课程? 当父母不知道该怎么替孩子做决定的时候,有些重点是可以帮助父母思考的。 所有的老师都同意,当孩子开始一项新的音乐课程或活动, 在家中给予一个支持他们的环境,这样会有助于维持小孩对课程的兴趣, 减少他们想放弃的念头。 而当父母面临要让孩子放弃还是继续学习的抉择时, 做决定的时候你要衡量孩子学习的时间长短, 以及他目前所到达的程度。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,要观察孩子是否有天分, 并仔细聆听他想要放弃的理由,音乐课程与孩子。 在家中替孩子布置一个适合的学习环境, 音乐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, 一切基础都是从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开始, 尽早让孩子接触不一样的音乐, 透过问和他们年龄相当的问题, 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。 像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什么? 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鸟叫声, 或者是像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吗?等等问题。 如果父母亲本身也有学习乐器, 深叫中寓言叫表现出你对音乐的热情, 也让你的孩子看你练习乐器时的情况。 孩子会观察和学习父母的价值观。 如果父母亲把音乐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, 孩子也会透过观察对音乐更加看重, 避免过度督促孩子练习乐器, 订定一个固定的练习时间, 每天安排固定的练习时间, 避免让孩子使出拖延战术。 若孩子知道他每天四点是练习的时间, 父母也比较能减少刀念的次数。 父母可以承认练习乐器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, 音乐不会永远都很有趣的。 让孩子知道学习乐器必须辛苦地练习并不是一件坏事。 不要把春季独奏会当成是一种鼓励。 不要把时时刻刻在孩子面前提起春季独奏会, 想以此激励他练习乐器的决心。 因为参加独奏会可能是几光年以后的事情了。 除非你的孩子本身非常专注于乐器练习, 对独奏会也非常有兴趣。 不要给孩子定下太过长远难以达成的目标。 为他们找寻较为简单, 短期内也可以达成的目标。 替孩子安排一些小的独奏机会。 譬如可以让他在亲朋好友面前演奏。 这样的独奏会很容易安排。 对孩子也是良好的短期目标和奖赏。 转换乐器是可以接受的。 让孩子转换学习不同的乐器是聪明的决定。 但前提必须是孩子不会每个月都要求要换一个新的乐器。 若能让孩子能一开始就学习钢琴或是小提琴, 当然是件好事。 但是另外学习不同的乐器也可以。 有些学校也接受孩子这样的选择。 和孩子沟通是很重要的关键。 替孩子报名音乐或其他课程之前, 先和你的孩子沟通。 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参加课程。 了解他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。 并且让孩子知道下课后他们必须花费的练习时间。 若孩子想要放弃一项学习课程, 找出他们想要放弃的原因和理由。 另外, 父母或许在音乐老师的双向沟通之后, 可以解决冲突或减缓孩子所面临的压力。 了解并和孩子保持持续的沟通。 给予他们足够的资讯并帮助他们做出最合适的决定。